阿斯和萨布洛决定君子动手不动口 非要把对方揍趴下不可 连老师的话都不听了 叶格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率先把两人的屎魔打倒 叶格生气问罗宾 为什么屎魔和主人要建立信任关系 罗宾以为是因为双方是搭档 叶格纠正是因为不被屎魔吃掉 不是关于主人的事 而是身边其他人的事 他认为屎魔不是宠物也不是搭档 没有主人的调教的话就是充满威胁的魔手 对屎魔心存尽味才是真正的信任 但是在场的人只有一个人学会了这点 所以让大家好好犒劳自己的屎魔 入坚很开心升阶之后的食堂伙食也好了不少 但是发现一年级的食堂今天反常的特别恐慌 这时阿斯的女粉热情冲上来想要和阿斯握手 可怜的入坚只能被按在桌上 阿斯让他们赶紧退后 在得知面前的是入坚以后很吃惊 传说入坚是个愚弄老师驱使侠鼓猛兽 恐吓同级生的大恶魔 如果靠近的话就会被袭击 在得知入坚野生到两阶之后瞬间大变脸 突然奇怪的铃声响起 女生们说到不妙赶紧开溜 入坚不懂他们为什么走得这么急 阿斯掏出一张宣传单表是因为这个 师团主要是以升级为目标的 也就是团体活动 是有相同特技兴趣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比如飞行师团 魔生物师团 药学研究师团等等 是魔力智力体力的提升和统帅训练 会根据师团的活跃表现来提升等级 也有师团是参加团体考试 再根据个人攻击升级也是可能的 整座学校大概六成学生都加入了不同的师团 和学长们交流也很有帮助 入坚听完心理一和计 这不就是人类世界的社团吗 那是之前虽然有兴趣但是无缘的项目 阿斯表示有兴趣的话带他一起 对入坚之后的升级肯定有所帮助 入坚心想如果加入师团 说不定就能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